她曾是2008年北京残奥会闭幕式上和圣火对话的小女孩 圣火 看见了吗 你在我心中燃烧 圣火 听到了吗 我在为你歌唱 她听不见音乐 却能尽情舞蹈 生命总在经历 在她优美舞姿的背后 是她童年时的不幸遭遇 看 神仙无声世界的师聪女孩 如何用快乐和感恩的心面对人生的美波美浪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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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听障人士来自北京 你耳朵是怎么回事 四个月大的时候 发了一场高烧 然后打声导致壮耳失聪 比较严重 多严重 是能听到110分贝以上的声音 110分贝相当于 飞机的罗学强的声音 我们平常人 一般60分贝以上 就觉得很吵 就吵 对 90分贝以上 就听到一分钟 会导致暂时失聪 所以在我不带书亲戚和人工傲 我的情况下 我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但你说话很清晰 因为小时候 我妈妈教我说话 九个月大的时候 生代还没有退化 在三岁之前 学说话是最佳的时间 我妈妈为了教我说话 还把工作辞掉 把电话掐掉 还要搬家 不和他们来往 每天都在家教我说话 一教就是三年 而且最关注是需要耐心 否则的话 他没有回馈 对 很辛苦 你怎么学呢 他怎么教你 我妈妈 一个试一个试 一个拼音一个拼音教 比如说 他这个红楼摸红楼 有慎重 泼有汽油 新福音 对 第一次喊口妈妈的时候 我妈妈特别地激动 激动着哭了的 就激动着哭了 对 就有希望了 特别地开心 那你听不见 你怎么学舞蹈 因为听不见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永远会比别人慢半拍慢一拍 然后老师会给我们找一些结构 感觉较强的音乐 让我们批刹 趴在地上感到地上的震动 对 然后属结构 默契节拍 除了老师给一个结构以外 其他都是适时轻引默契结构 一点一点地去跟音乐 刚才你跳舞的时候 带了助听器吗 对 带的是助听器 如果不带助听器的话 可能在拍的上面 完全听不到 所以任何的付出都非常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伟大的母亲 李苏晴 掌声欢迎 你好 您多大年纪啊 你看我多大 我看你 这年头女人不能猜年纪 对吧 50左右吧 就是对的了 什么时候发现女儿听不见 小时候四个月上的一次发烧 然后呢 九个月的时候就确诊为 集中动耳聋 挺痛苦的 痛苦中出来之后 就开始就想想 让她认点字 将来起码她能看书 能读报 然后起码她自己的生活 不会空虚 就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呢 是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我在一边抱着她 一边在说 佛 佛 然后呢我去说佛音 然后呢后来就想想佛是什么 幸福 然后去教她 然后她就看着我的口型 你想公交车 等车的时候 人很多 她就看着我口型 就能发出来 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说 哟 她终于又说出一个字来了 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积累 然后就织了一层句子